日本卡通一定要台湾化,不能尊重援助,从我们这一家有罗志祥,大俄斯,妈妈狠台客谈起,分享,5月13,2022,台湾引进日本卡通喜欢把里面人物甚至语言都改头换面,表面上是拉近距离,但很不尊重援助,被改的内容也未必与台湾沾得上边,例如我们这一家竟影射罗志祥,大俄斯,还有以妈妈狠台客来代表私语,这根本完全与剧情脱节了好吗? 图片说明,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翻译时把剧情也改变了,翻射台式,日语所谓的死语,一般说法有两种,指的分别是已经退流行只有老一辈才会用的词汇,另一种是已经灭绝的语言,我们这一家的母,死语连发这一集中,到了台湾被改成妈妈狠台客,该集原始用意指的是花妈和花霸使用已经不再流行的日语,也就是前述死语的第一种定义,但到了台湾的版本,却变成花妈使用一些台语而狠台,例如脱线,有坑无损等,问题是日本版本指的是两代,图片说明,日本卡通 一代的世代差异,而台湾版本的妈妈狠台客却是完全南辕北撤,一来这些台语并未成为死语,二来可能某些人会认为这是贬义,这种改编就是为改而改,抢求观众要看得懂却扭曲原意,另一集是云能人,到台湾被改成大明星来了,里面明星的名字也改成影射罗志祥,大S罗志祥,大S,这有必要吗?尤其现在罗志祥未必被观众所知,知道他的人也可能知道他前阵子的负面新闻,为何台版卡通就要魔改内容呢?之前寄生上流因为没有改成美语配, 美国上驾用户不想看字幕而聚看,官方的回应是去学韩文,而寄生上流一片导演奉俊浩领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时,他得奖感言说,一旦你克服一英寸高的字幕障碍,就会被引往许多很棒的电影,为何台湾引进外国卡通或影片偏要连翻译也改得似不像,不能让观众克服障碍,去学习语言背后不同的文化呢?Blackjack2022年